除了這個 潛西之外 令我看到你是有很多冰蓋著你 冰震姚子玲 好棒啊 冰震姚子玲 好棒啊 全部都是真冰來的 其實不是 最初有一部分是假冰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不… 因為它一倒過來的時候 因為有啫喱狀 它就會彈 因為真的冰有那個質感 硬骨骨 對 它不會彈走 但啫喱呢 它就彈走了 我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實在 後來真的 而且它倒不到那麼多假冰 真冰比較容易找到 那個場口是說你已經暈倒了嗎 然後被人冰床 冰住你 阿朗救了我上來 然後我們的愛情器就幫人工呼吸 然後人工呼吸完我就醒了 但是我的毒癮就發作 所以阿朗就用了一個方法就是拿一些冰去冰震我 讓我沒有感覺的時候你就不會那麼痛苦 結果不是第一桶冰 第二桶冰 第三桶冰這樣就倒下去 第一桶冰的時候還可以的 倒到第三桶的時候其實都真的是… 忍不住震 忍不住震 我真的覺得很痛 你真可憐 因為用冰蓋在身上 裡面黏暖包也沒有用 沒有黏的 因為你會濕的 本身我已經噴了水 那時候我記得是冬天 一定是這樣 聽長先生說 夏天就拍古裝 很多套衣服 雪山飛湖拍夏天 冬天就跳海 冰震 你們拍劇很流行的 穿泳衣 今天圈中這位朋友 最近將會在這套劇集裡面 給大家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正在熱波當初的《反黑英雄》裡面 但他還未出場 今晚還是明天出場 應該是這兩天出場 這兩天才出場 沒錯 就是飾演林雪儀的姚子玲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雪儀的 不是林雪儀 林雪儀 好啊 長先生 你好 這個角色是黑幫大嫂 未出場的 差不多了 大家等一等 明天出場 但在網上其實網上平台已經播了 內地已經播到15集 所以有些內地的網民已經看了他 已經差不多出場了之後 一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 大約一個禮拜的劇情 已經說 我們一起網民一起投票 支持姚子玲做今屆時候 好啊 是 我雖然不知道這套戲真是大鑊 好平的 又來了 又來了 六首可以出現 好平的 好平的 因為真的很考驗 指令演技的場口 好 首先不如說一下 黑幫大嫂 今次的演繹 自己做了什麼功課 或者想帶給觀眾 有什麼感覺 因為之前街道 中樹街總監製跟我說 我不要這個黑幫大嫂 是大家平時看到的很江湖味 不是一出來 怎樣 不是很有殺氣的 對 不要那一隻 他是一個高貴大方 讀書的 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本身也不是想要做黑幫大嫂 只是一個黑幫大佬的女人 一個小女人 但也因為大佬他掛了 大佬掛了我就要硬頂上 所以才變成大嫂 但我最關注的反而是 因為黑幫大佬就掛了 黃子恒 所以你的感情線 就去了另一位 就是張鎮朗 他這個角色 因為我之前看過很多 你們的新聞 他也有點衰 又是那四個字 是哪四個字 我不敢說 不敢說的 是鋪口 不是你 看姚子凌四葉草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姚子凌 你說了四個字 就是義士偶像 嚇死我 我才說我這麼曖昧 因為他的名字叫林雪兒 所以就是義士偶像 意思是這樣 在戲裡面也是初戀情人 我記得是 感情戲 今次是跟阿朗有感情戲 但我們沒有愛情動作戲 放心 即是沒有親眼 沒有親眼 黃子恒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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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他拉著 然後看著他的背景 那種浪漫 那些閉嘴就有 然後在後巷裡躲起來 裝接吻 全部都沒有 有接吻的 他跟我人工呼吸的時候 就接了 人工呼吸 算不算 真的一點都不浪漫 因為很緊急 時間時程 呼吸 那怎麼會是浪漫 我們的戲是很高級的 我們不會這麼膚淺 只看這些愛情動作 不是啊 你也很高級的 這個才是最難的 我們怎樣用眼神 用我們的劇情 去推進我和他之間的 感激感情 對 我們是初戀 初戀就是很多 很純情的 很純情的 純情到年紀大了都很純情 是 即使在一個複雜的關係底下 你們初戀一開始已經認識了 應該去到黑幫的時候才相遇 那時候的情感是怎樣不同了呢 那個情感 你見到其實張正朗在劇裏 他長期看著林雪兒 是瞇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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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喜歡 但其實林雪兒對著這個人是一份情懷 即是大家以前的一份情感 但他愛的男人也是王梓恆 黃梓恆 但你和鎮朗雖然沒有很親密的氣氛 但也應該是挺浪漫的 因為他也不斷要去救你 因為有些事情 剛才是成功呼吸 不停會有些事情造就他去救我 其實這部劇是令他變英雄 我會覺得很有事快來救我 救命啊救命啊 他就會出現 應該有很多驚險場面 也有很多 先分享一下有什麼驚險場面 這個大家內地網民就看到了 香港就快就看到了 第10集 第10集 你都知道了 當然是 我看預告就看到 有一個trailer是專門說你這個角色 就是說你 我看到是被人丟到水 應該是丟到海 是丟到海 我看到其中有一幕應該是其中一個驚險場面 你懂得游泳嗎 我不會的 不是嗎 我很害怕水 不是 但是都可以 如果你叫我跳海 可能我也未必可以 但是 被人丟到海 就是 所以那個鏡頭 如果我不怕 可能我都會選擇自己去做 但是那個鏡頭就是替身 因為他一下子就放進海 之後再接的就是 我們訂了一個潛水訓練池 拍我下海的那一齣戲 就說張鎮朗游下去救我回來 因為潛水池也有不衛心 最初劇組也很疼 我打算在淺水裡扮張鎮朗救我 那內河的水真的太淺了 我就不停一睡 去到膝蓋過 不行啊 DVG 那些水都很高了 救不到 睡在那裡也很難過頭 很快就想回水 所以我就跟導演說 不如就算了 狠狠地就去旁邊 最底的位置 就5米 總之一路沉 一路沉 一路等我張鎮朗就救我了 那你這麼害怕 你想做好一些心理準備 又或者如何預備一下自己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一刻沒有想那麼多 就只是想 我們真的要快點完成它 那你潛下去有沒有什麼 令到你潛 綁住那些緣 那如果有什麼 你自己是游不上來住的 所以我很相信張鎮朗 對 這場戲真的拿著命薄 那他有一些潛水員在旁邊 就是他那個潛水員 在那裡 安全措施都做足 對 那我想我也未能潛水 放心 我不會游泳 但是我可以味水 閉氣 就是一路 只要你平住你的呼吸 對 就不會軸 那當然是我子玲唱歌 所以他的氣度應該又回不上去 吸一口氣 應該可以捱十幾分鐘 我以為徐姐說十幾秒應該可以 很厲害 十幾分鐘 除了這個潛水姐 我另外看到你是有很多兵 蓋著你 冰震姚子玲 很棒 很棒 全部都是真兵 其實不是 最初他有一部分是假兵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不 因為他一倒過來的時候 因為有啫喱狀 他就會彈 因為真的兵 他有那個質感 他不會彈走 但是啫喱 他就彈走了 我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實在 後來真的 還有他倒不到那麼多假兵 真兵容易找到 等一下 那個場口是說你已經暈倒了嗎 然後被人冰床 不是 阿朗救了我上來 然後就是我們的愛情器 幫人工呼吸 然後人工呼吸完 我就醒了 但是我的毒癮就發作 所以阿朗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拿一些冰去冰震我 你沒有感覺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痛苦 結果不是第一桶冰 第二桶冰 第三桶冰 就倒下去 第一桶冰的時候還可以 倒到第三桶的時候 其實真的 真的在震 忍不住震 我自己身上 我真的覺得很痛 你真可憐 我們拍這些 用冰蓋蓋在身上 裡面黏暖包也沒有用 不能黏 因為你會濕滴滴的 本身我已經噴了水 那時候我記得是冬天 一定是這樣 聽長先生說 夏天就拍古裝 很多套衣服 雪山飛湖拍夏天 很棒 冬天就跳海 然後冰震 你們拍劇很流行的 穿泳衣 真可憐 很喜歡 因為看不出天氣 是不是 J姐還吃了幾粒冰 還要吃冰 對 因為它倒過來的時候 冰會飛進去 我就在喊 喊 喊幾粒 然後就 又一粒 因為我們在魚市場拍 OK 我就睡了一個 平時用來放魚 魚 海 也是很冷 是啊 那張震浪他倒 不如他把孔冰倒在你的身上 其實應該都要有技巧 不然你都會很痛 都有點重 沒有什麼技巧 我覺得他沒有想 就狠狠地走 快點水 海魚哥索 讓他快點出來 他覺得就著 怕凍傷他的肝臓 所以避開 冰都很硬 遮你 最後還很細心 倒到最後 把冰摸到我的臉 因為劇情上 你真的覺得 這樣是幫到你的 但他一摸到你 嘩好冷 想不到 這麼多考驗 最辛苦的是這兩場 拍這套《反黑英雄》的時候 這兩場 其實還有一場 還有一場戲 內地網民都未看到 我不知道說不說 好 不說嗎 說一點點 還是 講環境 為何會這麼辛苦 講理由 有什麼辛苦 你不用說我劇情 也不是 也有一場 會被人說我 被人 算是租賊的事情 那男演員 你死定了 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就故意猜出 究竟是誰是男演員 他說我會坐在那裡 然後他會不停疼我 但我是不能動的 我不可以還拖 即是他性侵你 沒錯 即是我要 會讓他性侵 然後有所行動 類似是這樣 我覺得這場戲 我覺得難 很難 對 是因為單身的關係 所以覺得難 還是 說什麼事 不是 那單身是因為很久 都沒有男人 那麼親 你想想 好像阿清 Methy 心聲又說出來 因為演員很專業 雖然單身了 也不用被人侵犯 是 是侵犯 是侵犯 我覺得如果再出現 但你又要觀察 你又要願意 即是不反抗 在劇情上是我不願意 可能被人捉住了痛腳 但我又不能反抗 所以就任他遇獄 任人遇獄 是的 我覺得這個歌場都震撼了 我不知道最終他出來是怎樣 阿朗又來救你了 還是那個是 我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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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對於男演員來說 是很痛苦的 因為他們很害怕 因為他們也很害怕 他會摸你 會不會不好意思 你那場戲是你要侵犯他 那你當然摸他 難道不斷摸一下手 其實你真的要摸大腿 是的 你也要 嘴巴過來 其實他們比我們更害怕 有時我們女演員跟他們說 來吧 不要害怕 不要take two 我忍你一下 算了 不要用NG 那種感覺 但是Sorry 又有多角度 是嗎 對 Wide Sword又拍一個 男那邊又要拍一次 女那邊又要拍一次 其實我自己給了錢 導演叫他拍多幾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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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大家自己看了 所以其實你覺得難度 在這裏在哪裏 難度是 你要好 大家其實拍這些要有默契 你怎樣可以去做到那個動作 是他好 他是性侵我 而我又可以 保護到自己 少少 不會覺得太被人抽水 而那個尺度又可以在電視機 可以出道 是的 而觀眾又感受到 這個女生其實她不願意 但她需要 她那個時刻需要去做這件事 是 可能平時拍這些戲份 或者先不要說是侵犯 可能真的是親密戲 那你會不會 因為你說男士都會 可能尷尬一些 會不會女生就會主動 跟她溝通 但這裏這裏這裏是不能 但這裏這裏這裏是不可能的 像是Memoji 這四個 可能她又不好意思說 還有拍的時候 她又不好意思做多了 有時候 其實都沒有 我合作的男演員 大家都有很多朋友 反而我會很大膽地跟她們說 你來吧 你來吧 有時候你被被忌忌 因為你越害怕她又越害怕 其實也沒有說摸不摸不摸得什麼 除非你刻意地要去走出手 但是我暫時 我對著那些演員 都是非常專業的演員 那你在那個場景裏 你不會想 你不會想這些事情 真的 在拍攝現場 大家只是想做好事情 反而要去想這些事情 你越想了就已經跳了出來 在那場戲裏面 完全沒有想 但你對於 你自己來說也應該挺有趣 這次又有一個新CPU出現了 是嗎 不用再跟山中做CPU 永遠都是 跟珍朗的合作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 珍朗本身也很熟悉 而且大家都是可以玩 而且很互相信任的朋友 其實跟珍朗曾經都說過 我對上一次是跟她拍包青天 但大家是 包青天的一九六幾年的笑容 一九小 也有一段日子 我想了幾個字 不好意思 包青天至在喜風雲 這包青天 是2000年後的 是她的兒子做的 是她的花青天 滴龍大哥的兒子做的 是她的兒子做的 是她的兒子做的 我也想跟滴龍大哥一起演戲 是她的兒子 都一遲一遲 是 都好幾年了 那次沒有什麼對手戲 想不到我們經常說 希望有機會可以一起合作 又是真的 開心的 想不到我可以跟一個 給自己年輕的男演員 都可以演繹到CP 那當時是因為她殘的 說笑 我也是這樣跟滴龍大哥 她應該因為她的臉比較成熟 不是 但是子凌一直保持 保持得真的相當好 她的臉比較成熟 因為你… 她的臉就是別的位置 她的致力那麼好 她的臉… 不要這樣繼續 我只是說笑而已 你真是… 唉… 唉… 剛才剛才說的 子凌保持 因為我跟子凌最近去金邊 登過一次台 我們很多時候一起吃飯 可以看到子凌都是吃得很清 對自己的飲食是很檢點的 多數都是吃素食的東西多 現在就有時候她們都說 有些人去看看收 那也有吃一點 可能是白玉 可能是白玉 主要是吃菜類多 你想一下 我兩個去吃鐵板燒 對呀 去吃鐵板燒 你也知道我現在是吃素的 對 子凌是喜歡吃素的 鐵板燒是什麼 不要都是雜菜 冬菇 炒雜菜 炒飯式 你旁邊就是吃牛 吃魚 吃雞 豬 蝦 第二本就是吃菜 鐵板燒的畫面 你們兩個都有一個盤 不是只有一個 我看到徐師兄有東西吃 我就有東西吃 一路都保持這個 吃得那麼健康的餐單 都一段時間 其實吃素不一定是健康 你要吃得對才是健康 純粹是因為自己不想殺生 就不吃 盡量減少吃 不吃不吃就OK 又不會特別 對肉類不會太好 但你有沒有想過 嘗試增肥呢 因為 阿清看不過眼 太瘦了 好瘦 你知不知道 女人員一向都是有這個界線 你覺得我瘦 上鏡就剛剛好 他上鏡也瘦 這套也有一點點 但有時候也控制不到 其實我想說 那些人說你瘦和人說你胖 其實是同一句說話 我知道了 減肥 我知道 但是又不是你控制到那個肥半 反而肥我還可以 肥我想到一個方式就是 那我去做運動 或者吃少點東西 那你瘦就通常叫你吃多點東西 但是你要吃得下才行 你有沒有胖過呢 有 那時候是澳洲讀書的肥妹仔 是啊 想像不懂 可能他說那些肥妹仔 都是115磅 可能都是那些 110磅 不是啊 完全是肥的 嘟嘟的 是嗎 肥過的 沒有人 入行後就越來越瘦 好 不過 你還在說 我看著她的樣子 在看著自己的樣子 有些嘆氣 好 稍後不要再說一些素性的事 再來就是 反黑英雄裡面的姚子玲 一圈圈 和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馬上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來